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先最基本的 也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 就是做梦 哦 做梦是很了不起的事吗 嘿嘿 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控制梦境 就是最快 也是最容易找到连接以太网络的方法 那些光阴老祖们留下来 第一个给咱们的家产 就是可以连接天地通的梦 哈哈 我们先再来看一遍那个预告片 各位朋友 您是否有做过一种梦 往上飞的梦 有 那就是光阴天 各位朋友 那您是否有做过另一种梦 往下坠 像悬崖式下坠的梦 有 光阴天 往上是飞 往下也是飞 气的能量状态不同而已 光阴老祖练起十万年 给咱留下了啥 嘿嘿 很多人老是有个误会 以为在梦中往上的飞翔比较厉害 至于坠落的就是一身冷汗的惊吓 哈哈哈哈 如果超人只会往上飞 而不会落地 那它就往外太空宇宙去吧 别回来啦 七 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怎么降落比怎么飞升 是更高阶困难的功课 咦 那你会说 怎么在梦中飞行是快乐兴奋的心情 但是坠落却是心惊胆跳 恐慌害怕呢 嗯 你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 坐飞天八爪鱼 心里会不会喊 天啊 还要多久结束了没啊 我想要下车啦 咦 这时不就会很想要落地为安 对 懂得落地为安 就是懂得控制身心状态 了解在梦中掌握呼吸的窍门 除了做梦 咱们还可以挖到什么宝呢 嗯 想想人类的老祖 叫做光阴天 哈哈 光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要懂得如何吸收光 掌握得好 可以升华到变成吸收宇宙能 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们这个地球世界 晨曦和夕阳的阳光 以及夜晚半月以上的月光 是非常优秀的能量 七一提醒 阳光不是越大越好 中午赛的叫做日光烫 烤人啊 嘿嘿 各位如果知道 佛教中十分重要的大佛 要师琉璃光如来 加上大佛左右斜士 日光月光菩萨 瞧 真名号清楚明白 可不是光光相连到净土 看看要师王如来十二大院 由大唐玄奥大师所议的 要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记载 第一上院 至深光明至然 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 以三十二大丈夫像 八十随行 庄严其身 另一切友情 如我无意 接着 第二大院 嘿嘿 七一先提一句 这位大佛的第二大院是阿卡西很大的秘密哦 要师佛第二大院的内容是 深如流离 内外明彻 尽无瑕碎 光明广大 功德唯唯 身善安住 燕网庄严 过于日月 幽名众生 西蒙开晓 随意所去 做租事业 各位朋友 瞧瞧 要师王如来这尊大佛十二大院 开门前两院就是光 这个大学问 大秘密 哈哈 七一在这儿又偷偷提一句阿卡西的秘密 通门密道 嗯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地球 娑婆世界 将释迦摩尼佛 东方 近流离世界 要师佛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合称 恒三世佛 即三宝佛 中土寺院大殿 也常常供着三宝佛 啥意思 就是这三位大佛都是邻居 不管彼此净土多远 有好多条快捷线如一门 只要开个门 就可以到另一个净土去 窜门子 逛大街 嘿嘿 这三位大佛老人家摆在一起 是有个道理在的 哦 这是有秘密通道 有没有别的证据 有哦 咱们都知道 阿弥陀佛的左右两大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和大世纪菩萨 要是佛的左右护法菩萨是日光 月光菩萨 观世音大菩萨最重要的真言是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简称大悲咒 精云 凡观世音菩萨真言皆可以赶召日光菩萨前来拥护 辞送大悲咒者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会与无量神人来位作证 并增益其笑宴 悄悄 如果不是铁杆的兄弟 历劫的交情 怎么会观世音大菩萨真言一动 咱们日光月光两大菩萨立马响应 这条诸佛净土的秘密通道 如来长极光土秘道 又是阿卡西的大秘密了 这集讲长了 下回咱们又继续仁子的另一步吧 挖了很多阿卡西的坑的七一 See ya 佛教为何日食一餐过午不时 借饭吃啊 佛教对于饮食有一个名称 叫做药食 既是药食 适当的补补就好 I am要去找药食的七一 See y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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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